2023世界棒球经典赛 台湾对向荷兰一战当中出身台东的棒球好手张玉成 在二局下半轰出满罐炮成为胜赛大功臣 亮眼的好成绩让身在家乡太原村的亲友们都感到余有荣烟 连国小教练也对他乖巧听话 勤奋练球的态度是赞誉有加 你怎么知道张玉成 张玉成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一说出张玉成三个字 原本守正忙活的早餐店阿姨眼睛都亮了起来 因为这里就是职棒球员张玉成的故乡 台东县东河乡太原村 而这间早餐店更是小球员时期的活力来源 沿着村庄向道 一路来到距离早餐店不远的太原国小 也是张玉成棒球人生的启蒙地 虽然毕业已久 但谈起张玉成 国小教练对于他乖巧听话 勤奋练球的态度赞誉有加 他小时候就是看起来 我们就是觉得他蛮有潜力的 跟着他兄弟一起练球 真的 非常非常 教练有交代的该做的 该信念的分量 他都会自动的 张玉成是台东出身的阿美族人 一路从太原国小少棒队 太原国中勤少棒队 打到台中高农青棒队 高中毕业后赴美国职棒发展 这届经典赛结束后 又要重回美国职棒 红袜队效力 看在一手拉拔他长大的姑姑眼中 倍感欣慰 自小父母离异后 张玉成就跟着姑姑一起生活 在村庄几乎左邻右舍都认识他 现在还是学弟妹眼中的超级偶像 张玉成在经典赛中的优异表现 让家乡亲友余佑荣烟 也希望满满的祝福与肯定 伴他回美继续发光发热 继续发光发热